歡迎收看K-Music 我是Kamin 現在疫情嚴峻 大家注意健康 這家防疫是練琴的好時機 但我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彈吉他這麼久了 好像一路上卡關的時間還蠻多的 尤其現在用YouTube接觸新東西非常方便 看到一些有才華的年輕人就會覺得 天啊 我浪費好多時間喔 要是我當初早點認真開始練 會不會可以這麼厲害 所以我整理了一些我做過覺得很有用 或者是我應該還要再加強一些觀念 總共有五點都是互相關聯的 勉勵我自己也跟大家分享 第一點是加強自己的音樂性 這是一個大重點 有非常多的面向 平常有聽音樂的習慣這樣 只能算是底標而已 蠻多人都有怎麼把吉他學起來 或者是怎麼讓小孩把吉他學好之類的問題 我的回答都是 如果你平常連聽音樂的習慣都沒有的話 那真的是可以先把學費省起來 能做到常常找新的音樂來聽的話 又更好了一點 最理想的是能找到人跟你一起討論音樂 可能是你的老師或前輩 在討論中讓你聽到原本更多你沒注意過的音樂細節 也就是拓展你的音樂心這件事情 它可以是編曲的想法 演奏技巧 甚至是混音的各種音樂的細節 這部分是學無止盡的 不知道如果我做這種節目有沒有搞頭 如果你們想看我怎麼去分析講解一首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敲碗 話說回來 因為你以為你在學吉他 其實你在學的是音樂 吉他只是一個表達音樂的媒介而已 你的音樂性會決定你演奏的境界 而不只是局限於那些機械式的練習而已 第二點是要練習抓歌彩譜 這算是第一點的延伸 目的在強迫自己真的去聽懂音樂 聽懂的定義是至少知道他用的音是什麼 而且正確性要夠高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除非你是天生有絕對音感 腦容量超大 聽過一次出師表就可以倒背如流 不然你都需要靠抓歌彩譜 來確認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聽懂音樂 抓歌彩譜對音樂性的進步 是一個必要的投資 大部分人不去做只是因為怕麻煩而已 比起練一些技巧超難的歌 抓歌彩譜真的是只要耐煩 多花點時間就可以學會的技能 嚴格來說其實真的沒什麼特別的技巧 像樂理知識什麼的 真的都不是必要的 頂多只需要把歌降速播放的工具而已 一個一個硬幹也非常有幫助 我自己也是這樣一路走來的 不過這部分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如果你覺得一次抓一整首歌太硬 那可以考慮從改現成的譜開始練習 網路上什麼沒有爛譜最多 我有時候也會懶得自己寫譜 想說上網找有沒有現成的譜 就八成最後都還是決定自己寫 我要說的是如果你聽不出來什麼是對的譜 那至少還能分辨哪部分是錯的 不要遷就於寫錯的譜 把錯的部分多聽幾次抓出來修到好 只要有一點點覺得怪 我都會再仔細檢查修正 這樣就是一個很紮實的訓練 總之彩譜對提升音樂性有非常大的幫助 第三點是不要排斥學樂理 比起數學物理化學 樂理真的是超級簡單的東西 適量的學一點樂理 讓你有能力分析自己喜歡的演奏風格 也是一個提升自己音樂性的好方法 如果你可以用樂理清楚解釋你彈的東西 那表示你是走在一個很正確的道路上 樂理應該是要很直覺很簡單的被應用在演奏上的東西 如果你解釋一個東西需要長篇大論 那有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第四點是趴歌子不如學樂劇 學音樂就像在學一門語言一樣 雖然這句話有非常多面向可以去解釋 但我主要想說的是 語言不是一個一直翻詞點就能學好的東西 那音樂也不是一個一直彈和弦或趴歌子就能學好的東西 最好的方式 我認為還是從一些現有的好聽樂劇出發 分析一些喜歡的句子 試著套用在不同的和弦進行裡面 這過程可能需要一些修改 最後又可以內化成自己可以隨手彈出來的東西 甚至不需要想太多 你只要一天到晚彈自己喜歡的句子 時間久了還是可以變成自己的東西 總之我覺得多彈歌對音樂性的提升 是比爬格子還有效多了 我原本是沒有在做這件事情的 我以為只要備手各種和弦跟音階 自然就可以彈出各種好聽的句子 後來發現這樣想實在是太天真了 大師之所以是大師就是因為他的音樂性非常好 才可以在音樂無限的組合中 選出這麼重要的幾個音 寫出這麼好聽的句子 天天按錶操課的彈和弦或音階 最後很容易流於死背或是機械式的訓練 對於音樂性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 練在酒也很難編出什麼好聽的東西 這種沒有效果的練習就是浪費時間 要小心避免 第五點是一定要錄音 現在錄音真的很方便 開個節拍器APP 播個背景音樂 直接用手機就能開始錄了 錄音是最直接審視自己練習成果的方法 我們常常在彈琴的時候會分心去想 下一句是什麼我要怎麼處理 這些延遲都會影響彈奏的準確度 你就會發現原來我真的還沒練熟 在修正的過程你會發現很多影響彈奏的細節 需要去克服 這個過程會讓你進步很多 如果你有正確的心態 聽完錄音之後應該會回頭加強一二三四點 然後變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我有時候會在網路上看到一些完成度很低的錄音 然後說我隨便談的請小力編之類的 我覺得這種純刷存在感的心態很要不得 練不好的話就再多練幾天 每天都錄給自己聽 比較一下 用嚴謹的態度面對自己的表現 這樣才有可能進步 當然不是只有這五點 這些只是我覺得最通用效果最好的觀念 根據不同的曲風 都還有個別需要加強的技巧 但音樂性的提升才是最重要的根本 如果你有一些不錯的練習觀念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這集的內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